泉泉呢 她还在里面 为什么在里面 她受的什么伤 严不严重 你 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那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你哪一个 泉泉怎么样 老板 明总监 护士刚刚说泉泉需要出血 但是医院血库里的欧星血 刚刚供给其他出车货的伤员了 需要从别的医院调过来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你 输 输血 你什么血行 我A行 我输不了 我欧行 我给他输 你不行 我为什么不行 你不行 就是不行 告诉护士 给我抽血 我输了你不行 你听不懂 你什么态度 我实在叫你 这些结束 不能输血 你怎么办 喂 刘老师 喂 全全妈妈 全全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在一楼大厅等你 泉泉 泉泉不是在急救室吗 没有啊 泉泉就是擦破了眼皮 摔了一跤而已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去接她 泉泉 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了 却一直装作不知道吗 我是怀疑 但是你告诉我不是 我选择了相信你 可结果就是你又骗了我一次 我让哈尔迪查了敏泉泉的生日 你一直在骗我 是 没错 敏泉泉是你儿子 我一直在骗你 那又怎么样了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 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 不能装作不知道吗 那你又为什么要偷偷生下她 我发现有她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 我不忍心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偷偷 不告诉我 你那么恨我 你会希望我生下你的孩子吗 无法回答对吗 因为你从内心就不希望我生下你的孩子 所以你就擅自生下她 所以你就擅自生下她 什么叫擅自 孩子是我的 我想生我就生 是 如果说没有你 她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要求你负责啊 我们再次见到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你她是你的孩子 你怀疑她身世的时候 问我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你真相 不是吗 所以你为什么就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当做她不存在呢 可事实就是她现在不仅存在 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你要不怎么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样 你打算从我身边抢走她吗 我当然不会 所以 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你为什么偏偏要打破她呢 你说她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 问都不问我 直接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有可能是人家里面见不到你嘛 那也不 我是孩子的爸爸 我有知情权 他居然还想骗我 要不是我聪明我 这辈子我都不知道我有一个儿子 那也不挺好嘛 反正你也不想要 谁说我不想要了 我之前是没考虑过这个 但是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 身体流着你一半的血 这感觉多奇妙 难怪我之前每次见到泉泉的时候 那感觉都很特别 你说这是不是就叫血浓于水 是是是 你说是就一定是 我跟你讲 血缘这个东西真的很特别 你没儿子 你不懂 你仔细回想一下 泉泉是不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说之前我怎么没发现呢 那我之前说他长得像你儿子 你还不高兴呢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明天陪我去趟商场 给泉泉买 你说泉泉喜欢什么呢 他肯定喜欢 问你你也不懂 问没 会 等会儿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这个电话打过去是要挨骂的 是有点晚了 小的应该睡觉了 那今天就算了 你先回去吧 明天再说 那我先回去了 去去去去 你冷静点啊 冷静不了 我有了一个儿子 我有个儿子 我有了一个儿子 我有了一个儿子 叫我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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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泉 你真的认识那个叔叔吗 真的 刘老师 我见过他很多次了 他肯定不是那贩子 他和我妈咪都认识的 好 那你说完话赶快回来 去吧 漂亮爸爸 我刚才真想找你呢 你给我做了这个 小皮我们看到了 都很喜欢跟我一起玩 我没有骗你吧 嗯 看看我给你戴了什么 钢铁鞋 我来帮你戴上 我现在是真正的钢铁鞋了 我要去给欢欢看 去吧 慢点啊 慢点啊 大家过来看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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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请您来呢 主要是想和您了解一下 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想和小朋友多接触一下 比如 比如带他出去玩玩 或者说接到家里住几天 这种情况 如果他妈妈不同意的话 我该怎么办 我建议啊 您还是想办法 多和孩子培养一下感情 如果父子的感情特别好 就算看在孩子的份上 妈妈也不会特别为难你 这个 这个其实不难 董事长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你怎么又受伤了呀 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没事 你看 先吃点东西吧 给 生肩包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啊 你说说你啊 上次是脸 这次是胳膊 那我下次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瘫痪在床上了 没事 我以前学游泳的时候 就经常受伤 这事怎么能没事呢 不行 我给你请个护工吧 你放心 钱我出 我 不行 不是钱的事 我是真不希望家里有个陌生人走来走去 那我不也是在你家走来走去的吗 你又不一样 你又不是陌生人 嘴挺甜 但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那你同学呢 朋友呢 大家都挺忙的 我也不好意思麻烦她嘛 我现在就是走路有点不太方便 其他都没问题的 只要姐姐 你有时间都来陪陪我 都来聊聊天就行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有点闷 那你住往那儿呗 什么 我